我们无法让左派满意 无法让左派开心 他们永远都会是一群可悲的 自欺欺人的 懦弱的 脑肿 最后他们连自己都会吞噬 现在他们想吞噬的对象 就是两年前他们最爱的总统 是MSNBC上面说的 林肯纪念碑前面的两排火柱 就像Joe Biden的双手 拥抱着美国一样的那个老人痴呆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的报导 各位要知道 美国有多左 这个报社就有多左的一个报社 79岁的拜登 正在挑战年龄限制 跟总统职位的底线 这个报导里面他说 拜登不够威严 不够直率 他讲话不够生气 不够有魄力 好像演出的是个半吊子的怒火 简单说就是 左派现在也发现他太老了 就算绝大多数的正常人 在选举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这个人已经太老了 但是现在更是藏不住了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周末最搞笑的影片就是 他很明显在读读稿机 就连读稿机上面的这个指示 他都躲出来 Power It is noteworthy What you just said Oh great Odin's Raven 然后所有媒体都跑出来说 没有他不是说 Repeat the line 他是说 Let me repeat the line 是吗? 是他讲的有问题 还是你耳朵有问题 不只是这样 现在很多左派媒体都已经开始跳船了 因为他们认为 Joe Biden 不够生气 他们认为这个左派的总统 应该要更有力一点 应该要跟 Peat Buttigieg一样 说人民应该要可以去骚扰法官 或是跟白宫发言说的一样 要起来去抗议 反正只要左派做的事情 都会被合理化 如果这个总统 没有说这些 就表示他太老了 没有力气了 应该要下台了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刚刚纽约时报这个报导 上面说 以拜登的年纪 他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跟之前相比已经差太多了 这一系列的行程 已经超过了一位 97岁的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虽然他坚持要选第二任 但是随着他的年龄越高 对于他还有他的团队 他的幕僚都是一个庞大的压力 上面还说 他走路的时候会shuffle 就是那种踏空之类的 他的团队随时都要看着他 生怕因为他踩到了电线而摔倒 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他话都说不清楚 或许他不是带领美国进步的最好人选 这个是左派的报纸哦 你看到这里甚至会觉得说 拜登很可怜 他是美国史上 大概除了小罗斯福跟甘乃迪以外 为了左派 还有共产主义 做最多事情的 但是因为他没办法完全摧毁美国 还有美国的最高法院 所以现在他被他自己的阵营唾弃 纽约时报还有CNN都开始说 这个总统不行了 但是各位不要以为他们是良心发现了 或者是突然可以正常思考了 而是他们把所有失败的政策 就是所有的政策 全部丢在拜登身上 他们想要丢包 不想要负责 要一个新的面孔来继续往新世界秩序 还有全球共产主义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